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龙 很高兴见到你 恐龙先生 医生 那不是真的恐龙 那是塑料做的 抓稳了 你做得很棒 乔治 现在让我看看你的牙齿 乔治不想让牙医检查她的牙齿 乔治 张开嘴 像这样 对 就是这样 检查完了 你有很健康洁白的牙齿 乔治 和我的一样洁白干净吗 大象医生 乔治 别忘了喝漱口水呀 哦 等等 这是什么 怎么了 大象医生 乔治的牙齿很干净 但这只恐龙的牙齿却很脏 别担心 我非常清楚我们在哪儿 这边走 谁把树放这儿了 猪爸爸撞到了一棵树上 你还好吗 猪爸爸 没事 我很好 这边走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吗 是的 我当然知道 我觉得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房子了 我确定我们能找到的 我们只是在花园里 哦 是鸭子们 你们好呀 鸭子们 你们找不到自己的池塘了吧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没有迷路 我很清楚我们在哪里 一会儿见鸭子们 祝你们尽快找到你们的池塘 哦 猪爸爸找到了鸭子们的池塘 真是幸运啊 是啊 它们还真是幸运 爸爸 鸭太太在跟你说 谢谢你 不用那么客气 鸭太太 好了 来找回自己家的路吧 我确定一定是这条路 我确定一定是这条路 你好啊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是的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好啊 是兔妈妈 瑞贝卡和理查德 你好啊 佩奇 我们迷路了 你好呀 瑞贝卡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本来想去游乐场玩的 我们也是的 但是雾太大了 根本去不了 你们都过来吧 雾散开之前先到我们家里来吧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要去哪里 这边走 好的 猪爸爸 好了 现在你们看上去就像两只贪吃的蜗牛了 我要把爷爷所有的 所有的生菜全部都吃了 你们这些贪吃的蜗牛 离我的生菜远一点 只要爷爷朝我大声喊叫的时候 我就躲到我的小房子里去 佩奇的朋友们来了 你好 猪爷爷 你好啊 苏西 你们是来找佩奇和乔治一起玩的吗 是的 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现在只有我 还有这两只蜗牛在这里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真喜 我们在假装自己是一只蜗牛 我们也可以扮成蜗牛吗 我觉得我这里的篮子好像不够你们所有人 哦 你们可以扮别的东西啊 在花园里就有很多好的选择 我扮胡萝卜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不用了瑞贝卡 不用扮胡萝卜 大家跟我来 哈哈哈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 爷爷 为什么那个玩偶房子里面 会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啊 那可不是玩偶的房子啊 佩琪 那个是蜜蜂的房子 它叫做蜂香 哦 看呐 这里就有一只 它在干什么 它正从花朵里面采集花蜜呢 然后它会再飞回蜂香 嗯 把花蜜酿制成蜂蜜 嗯 我喜欢蜂蜜 那我们就扮成蜜蜂吧 嗡嗡嗡 好的 来扮成蜜蜂吧 嗡 佩琪 您午餐都带了些什么吃的呀 一个红苹果 我带了个绿苹果 我们来交换吧 好啊 哈哈哈 佩琪 苏西 你们都在做什么 苏西问我午餐都带了些什么 佩琪叫我跟她换个苹果 哈哈哈 好吧 但请留些食物 等会儿野餐再吃 好的 领阳夫人 哈哈哈 车子开到了山脚下 山路变得非常陡 戳戳加油啊 你做得到的 戳戳加油 好耶 佩琪和朋友们到达了山顶 快看看这风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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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在说话呀 是你的回声啊 什么是回声 回声就是 当你在山里大声讲话时 所能听见的声音 像这样 有趣的回声 野餐时间到了 哈哈哈 佩琪喜欢野餐 大家都喜欢野餐 鸭子在哪里呀 每当我们野餐时 它们总会出现啊 你可真是好笑 鸭子可不住在山顶上啊 哦 你好鸭太太 要不要吃点面包 鸭子今天很幸运 有很多面包 鸭子们吃撑了 你想要说什么呢 亲爱的苏姨 亲爱的苏姨 嗯 我不知道接着要怎么说了 要不这样 我们很乐意去参加你的派对 此之敬礼 佩琪和乔治 嘿嘿嘿嘿 你们想用什么颜色的信封呢 用红色的 班马苏姨想接收 还有最重要的是 贴上邮票 这封信可以送出去寄了 这个是邮箱 丹妮 苏西 艾米莉 日贝卡和佩德罗都来了 她们都是来寄信的 佩琪也带着她的信来了 好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琪 你收到我那封关于派对的信了吗 收到了 而且我已经给你写了回信 哦 太好了 我的天哪 今天有好多的信啊 这封信是我记的 它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是给我的吗 我现在能打开吗 这是给你的 苏姨 但在你打开之前 必须先送出去 这个程序叫做游地 哦 今天有这么多信件要送出去 我最好现在就开始 乔治和我也可以起来吗 上来吧 佩琪 乔治 一会儿见 佩琪和乔治在帮斑马先生送信 这里是斑马苏姨的房子 这封信是寄给斑马苏姨小姐的 斑马苏姨小姐的 斑马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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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信都是苏姨的 那封是我的信 能让我来送吗 当然可以了 佩琪喜欢送信 妈妈 看 这些信都是寄给我的 我知道了 爸爸的臭臭拖鞋 不行 实在是太臭了 我知道了 爸爸的旧椅子 但是这可是古董啊 古董 这是什么意思呀 作为古董就意味着古老又值钱 但是你是在垃圾堆里找到它的 根本不值钱的 等我修好了它就会值很多钱的 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猪爸爸 我知道了 你就把猪奶奶给我的这些可爱的袜子拿去吧 好的 我是来这里拿你们准备易卖的东西的 都在这儿了 谢谢你了 这把旧椅子你需要吗 哦 你们实在太慷慨了 再见 再见 妈妈 你怎么把爸爸的椅子送出去了呀 去 别告诉他 他不会注意到的 嘿嘿嘿 义卖活动的日子到了 你好 你好 兔小姐 佩奇 这把椅子怎么样 感觉有点破旧 但是你可以把它拆了用来烧火 可是这把椅子是古董 是吗 我爸爸说这个古董很值钱的 我都不知道 那我要提高价格了 再见 嗨 大家好 你好 佩奇 你带了什么呀 苏西 我带了我的护士制服 我带了我的鹦鹉气球 我带了我的玩具猴子 哦 哦 哦 我会怀念我的小丑盒子的 我可以买这个小丑盒子吗 我想买我的护士制服可以吗 我想买我的鹦鹉气球 哈哈哈哈 妈妈 妈妈 你看我们都买了什么 买了你们的旧玩具 我们想念它们 哈哈哈哈 正如我所说的 就这样简单的把花子撒在地上 有一只小鸟正在偷吃猪爷爷的花子 哦 喂 离我的花子远一点 怪不得我撒的花子都不见了 它们都跑进小鸟的肚子里了 哈哈哈哈 又来了两只小鸟在吃猪爷爷的花子 哦 看 哎 走开 到底是什么声音啊 猪奶奶 我撒的那些花子都被小鸟们偷吃了 所以我们要把小鸟们都赶走 你们赶走它们也没用的 它们还会再来 看 我们需要一个稻草人 什么是稻草人呀 就是用稻草做成的人形玩偶 用来吓跑小鸟的 这真是个好主意呀 猪奶奶 我要来做一个 大家跟我来 再见了 小鸟们 我们要去做稻草人了 哈哈哈哈 这是猪爷爷的花园小屋 这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做稻草人 首先我们需要两根棍子和一些绳子 让我们来找吧 哈哈 哈哈哈哈 佩奇找到了两根棍子 乔治找到了一捆绳子 很好 我来把两根棍子绑在一起 做成她的身体 主奶奶找到了些草和一个旧麻袋 太好了 我来把稻草放在麻袋里 给她做个头 哈哈哈哈 现在只剩下给稻草人穿上衣服了 这里有一袋旧衣服 哇 乔治找到了一条裙子 哈哈哈哈 迷糊的乔治 稻草人先生可不会想要穿裙子的 哈哈哈哈 佩奇找到了一件大衣 很好佩奇 乔治找到了顶帽子 非常好 乔治 是 稻草人先生的脸也要装饰一下 乔治的生日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乔治 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恐龙 哦 恐龙 哦 乔治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参观博物馆的恐龙屋 哎 我就知道 肯定是和恐龙有关 哈哈哈哈 恐龙 不要害怕 乔治 这个不是真的恐龙 这只是个机器 看 我站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 哈哈哈哈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哦 乔治和佩奇的朋友们都来了 惊喜 兔妈妈给乔治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大家来猜猜 这蛋糕是什么样的 是恐龙蛋糕吗 就是恐龙 你猜的真是太准了 佩奇 是 乔治 还有最后一个惊喜哦 跟我来 最后一个惊喜会是什么呢 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佩奇 我想呀 估计还是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吧 哦 那是什么 嘿嘿嘿嘿 我们只要给它冲上气就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冲气城堡 佩奇喜欢冲气城堡 但是这是给乔治的 为什么不是一个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呢 哈哈哈哈 这就是一个恐龙 是一个冲气恐龙 好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瞧 我能试一下盖章吗 下一站是猫女士的办公桌 你好啊 佩奇和乔治 你好 我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画各种各样的图形 哇哦 然后再把这些图形打印出来 哇哦 嘿嘿嘿嘿嘿嘿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张 谢谢你 猫女士的工作也很不错 我能不能试一下 这次应该让乔治来试试了吧 说得对 乔治 轮到你来尝试一下咯 哈哈哈哈 乔治画了一些蓝色三角形 现在把它们打印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喜欢猫女士的这份工作 哈哈哈你们想看看我的办公桌吗 是的我想 这是猪爸爸的办公桌 我的工作说起来挺复杂 我就是对很大的数字做数字变换 然后计算它们的切线承载 猪爸爸的工作听上去好像很重要 那么你会用到橡皮章吗 不用 那么你会用到电脑吗 不用 但是我会用彩色笔 爸爸 我们可以用彩色笔来画画吗 好主意 佩奇和乔治喜欢用彩色笔画画 我要画一间房子 乔治正在画一只恐龙 乔治最喜欢的就是画恐龙了 恐龙 换乔治了 去找份放进红色箱子的报纸 乔治想回收爸爸的报纸 我的报纸还没看完 不能给你乔治 你得等一下 看完了 拿去吧 乔治 报纸要放进红色箱子 乔治 已经收集到足够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去回收中心吧 太好了 我们走吧 妈妈拿着瓶子 佩奇拿着一拉罐 乔治拿着报纸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爸爸 那我们走吧 这里是兔小姐的回收中心 到了 好耶 你们好啊 你好 兔小姐 你们是来送回收物品的吗 是的 没错 太好了 拿来吧 兔小姐在干什么 她在回收生锈的旧车子 哇 瓶子该放进哪个箱子呢 绿色的 没错 一拉罐放进蓝色的 说得对 佩奇 乔治想自己放报纸 好吧 乔治 你来放这些报纸 爸爸 你怎么戴了一顶这么滑稽的帽子呀 这顶是我的 被雷帽 戴上它 我会更有作画的灵感 好了 我该画些什么 这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就来画这棵老樱桃树 那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画架 佩奇 他能固定我的画布 画布又是什么呀 它有一点像是纸 是用来画一些特别的画 那些是牙膏吗 不是的佩奇 这些特别的颜料是专门给大人们用的 好了 我们该先用哪个颜色 先用红色 为什么选红色的呢 因为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画天空 看天空是什么颜色 当然是蓝色的 回答正确 我们现在先画蓝色 现在再来画樱桃树 要用绿色来画树叶 可是我们没有绿色的颜料呀 没关系 把蓝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 就能调出绿色了 蓝色加上黄色就是绿色 哇 多好看的绿色树叶呀 我们还可以画些草 棕色的树枝树干呢 我们也没有棕色的颜料呀 我们可以调出棕色 我们可以混合绿色和红色 混合绿色和红色就是棕色 哇 猪爸爸画好了树枝和树干 哇 爸爸能让我来画樱桃吗 可以 佩琪 用你的手指沾上颜料 然后再按到树上 一 二 三 做得好 现在该你了 乔治 你画得真是太好了 乔治 乔治 快来和我玩 恐龙先生 他也想和你一起玩呢 恐龙 乔治又一次错过了布谷鸟 没关系的 乔治 你先去花园里玩 等到时间看布谷鸟了 我来叫你 给你 乔治 现在已经快要十一点了 佩琪 乔治 可以看布谷鸟了 快点 乔治 你不能再错过布谷鸟了 乔治从来没有跑得像这次这么快 乔治 你看到布谷鸟了吗 布谷 布谷 佩琪 乔治喜欢和布谷鸟玩 布谷 布谷 已经是晚上了 布谷 布谷 佩琪和乔治非常非常困了 布谷 佩琪和乔治睡着了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吗 不是 是该睡觉的时间 布谷鸟好像不太好了 她就是需要休息一下 就像你和乔治 晚安 晚安啊 我的小家伙们 乔治 我知道怎么能治好布谷鸟 就像爸爸那样给它上发条 猪爸爸和猪妈妈已经睡了 怎么啦 妈妈 爸爸 我们有个东西要给你们看 我们把布谷鸟治好了 停 我又赢了 你肯定作弊了 我没有作弊 你偷看了牌对不对 我才没有偷看呢 我以后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玩了 我以后也不想再和你一起玩了 哦 糟糕 苏西和佩琪他们吵架了 杨妈妈来接苏西回家了 佩琪 和苏西说再见吧 我才不要和她说话呢 我也不想和她说话 哦 哈哈 她们会可好的 她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这可不是 玩笑 我们不再是最好的朋友了 猪爸爸做好了晚餐 佩琪 乔治 该吃晚餐了 是意大利面哦 发生什么事了 佩琪 佩琪和苏西发生了一点争执 哦 但是我真的有点想苏西了 嗯 那我们给苏西打个电话 你好 周妈妈 佩琪能和苏西说话吗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琪 如果你跟我道歉的话 我们能再做朋友 很抱歉 我不该说你作弊的 即使你真的是作弊了 好吧 那我也很抱歉 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这没关系的 我很快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游乐场玩 小狗丹尼和他最好的朋友佩德罗 一起在玩旋转圆盘 哇哦 乔治和他最好的朋友理查德 一起在玩敲敲板 敲呀敲 敲呀敲 真是奇怪呀 里面怎么没有说明书 说不定是因为太简单了 根本就不需要说明书 妈妈 我们能帮忙吗 当然 首先我需要一块板 这里有一块绿色的板 谢谢你 佩琪 现在我需要四条腿 一 二 三 四 四条蓝色的腿 妈妈 非常好 我们马上就能装好它 这里有一扇红色的门 谢谢你 猪爸爸 这下 装好了 做得好 猪妈妈 还是非常小啊 我们有那么多玩具 怎么放得进去呢 确实有点小了 哦 乔治又找到了一块板 哦 说不定那是备用的板 可是你们看这里还有很多板呢 哦 糟糕 那个柜子太小了 因为猪妈妈没有把所有的板都用上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拆了 再重新组装 哦 糟了 如果我们有说明书就好了 是谁来了 你们好啊 我刚刚在我的货车里发现了这个 这是那个不见了的说明书 哦 这下我们组装就简单多了 太好了 这个说明书看上去非常复杂啊 还是没有用 根本看不懂 把它交给我吧 猪爸爸 我非常喜欢组装这些东西 真的吗 那我们要帮点什么吗 你们可以去烧壶水 然后帮我冲一杯茶 麻烦再帮我加六块糖 大家都在为斑马先生准备茶和饼干 你的茶好了 斑马先生 哇哦 斑马先生已经把玩具柜装好了 我的天哪 你装得好快 是的 而且我把你们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去了 哇哦 要飞得再高点吗 是的 高点 高点 再高点 热气球现在飞得比刚才更高了 哦 天空到哪里去了 别担心 佩奇 我们正在飞过云层而已 哦 哇 天空又出现了 太棒了 太迪 你看 我们飞得真的好高啊 佩奇 小心你别掉下 太迪 我们太迪掉下去了 哦 别担心 佩奇 我们这就去救太迪 大家都抓紧了 太迪 你看 我们飞得真的好高啊 我们要下去了 兔小姐要把气球降下去了 这样就可以救到太迪了 我哪里都没有看到太迪 它在那里呢 太迪它在一棵树上 我可以用这个毛把太迪给救上来 慢慢的 慢慢的 好了 猪爸爸把太迪救上来了 太迪 太好了 哦 糟糕 没人再注意前进的方向了 小心啊 前方有一棵树 抓紧了 天使 太迪卡在树上 现在轮到我们了 猪爸爸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我们迷路了 是不是 知道 哦 大家看那里 那里不是爷爷和奶奶的房子吗 是的 我们要想办法去猪爷爷的花园里 我也这么想 你们好啊 猪爷爷 还有猪奶奶 哦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兔小姐 哦 拜托你帮我们 爷爷 接着苏西 哦 哦 没接到 球筒 谢谢你了 球筒 哦 球筒 哦 球筒 谢谢你 球筒 哦 球筒 哦 哦天哪 乔治不喜欢这个游戏 小狗丹尼 小马佩德罗 小兔月贝卡 小摩坎迪都来了 大家好 你们好 我们在打网球 我们也能打吗 但是球拍不够啊 哦 那我们来玩别的 我们来踢足球 好哎 踢足球 男女大对抢 男女大对抗 哈哈哈哈 两边都需要一个守门员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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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佩德罗和小兔月贝卡当守门员 开始咯 哈哈哈哈 得分 小兔里查德 得了一分 男生队会赢 哈哈哈哈 这可不公平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 嘿嘿嘿嘿嘿嘿 嘿 这可不行 你不能用手拿着球 当然可以 我可是守门员 加油 李彩 加油 得分 好哎 这一球可不能算数 算数 不算数 算数 不算数 你们队场什么 爸爸 男生队作弊 没有 女生队才作弊 看来你们需要一位公正的裁判 什么是裁判 裁判是用来看大家是不是公平比赛的 我要当裁判 选我 选我 爸爸 你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呢 这是看星星的最好方式 看看那些小星星 想象一下把它们连起来 那个叫做北斗星 哦 是的 最后的那两颗星星 它们指向北极星 哇哦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你是远啊 还是迹 开车能找到你吗 呵呵呵 到不了的 佩奇 星星离我们很远很远 它们比大海离我们还远吗 哦 是的 但是用望远镜看的话 就会近很多 那爸爸 我们有望远镜吗 没有 但是朱爷爷有一台非常好的望远镜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爷爷家 哦 现在去有点太晚了 或许 我们不该错过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 太好了 这是佩奇和乔治第一次在晚上坐车外出 看呐 我们正跟着北极星走呢 呵呵 呵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一山一山亮晶晶 请照亮我们前路 呵呵呵 佩奇和乔治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 哦 天呐 我希望猪爷爷和猪奶奶 它们还没有睡觉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还会来这里呢 我们想来这里看星星 佩奇和乔治想用你的望远镜来看星星 我明白了 非常好 大家都跟我一起去阁楼吧 嘿嘿嘿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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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很高兴小宝宝宝现在还太小 还不能玩恐龙呢 乔治 乔治 小宝宝他不想和你一起玩 他想和我一起玩 啊 佩奇法 配奇 宝宝现在还太小 根本不能玩球 如果它既不能和恐龙一起玩 也不能玩球 它能玩什么呢 它就会吃 还有睡觉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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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yle 如果你能非常小心的话 你就可以抱抱亚历山大了 亚历山大 这是他的名字 他叫亚历山大 这么小的宝宝却有这么响亮的名字 这名字真不错 虽然他是一个小男孩 好香有什么味道 是吗 可能是亚历山大该换尿布了吧 真是太恶心了 佩奇 当你是个小宝宝的时候 你也穿尿布 我才没有呢 妈妈 我能跟佩奇和乔治去花园玩吗 可以 赫罗伊 有一位小宝宝弟弟感觉怎么样 很好 亚历山大非常的可爱 我真希望乔治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有主意了 乔治可以假装成一个小宝宝 他可以坐进我的玩偶手推车 真是个好主意 不要 乔治不想去做一个小宝宝 乔治 如果你假装做一个小宝宝 我保证会一直对你好的 永远都不会改变 乔治在思考 而且你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在努力思考 等我们回家之后 你也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做好了决定 乔治做好了决定 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乔治已经很使劲地在吹了 他都快没气了 乔治 乔治 你吹得还不够使劲哦 我知道怎样让乔治可以吹泡泡 先把棍子在里面沾一沾 拿起来 四周挥一挥 泡泡 跑起来泡泡会更多的 让开我 乔治吹泡泡吹得好开心 配齐戳泡泡戳得也很开心 我好喜欢泡泡 哦 糟糕 泡泡气里面都空了 爸爸 妈妈 泡泡气吹不出泡泡了 别担心佩奇 我有办法 猪妈妈 请帮我拿一个水桶 没问题 猪爸爸 佩奇 去拿洗洁精 没问题 爸爸 乔治 把我的旧网球拍拿来 水桶 洗洁精 旧网球拍 猪爸爸他要做什么 首先 我需要一些水 加洗洁精 然后把旧网球拍给我 谢谢 现在仔细看好了 猪爸爸自己做了一个泡泡气 大家一起来 小心啊 猪爸爸 别滑倒了 我会小心的 我觉得在未来 我会住在月球上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我 而我会坐在火箭里面 你好啊 现在我们给未来的人录制一段视频吧 对未来的人说 你们好啊 你们好啊 未来的人 你们可能现在已经住在月球上了 就要到火星去度假了 还坐着火箭到处飞 对不对 非常好 回家时间到了 家长们都来了 爸爸妈妈 我们做了一颗时间胶囊 啊 猪爸爸 你来得正好 帮我们挖一个坑吧 好的 没问题 为了埋时间胶囊 猪爸爸在学校的花园里挖坑 好了 现在能把它挖出来吗 它会就这样一直被埋着 埋上很多很多年 但是我不想等那么长的时间 我说佩琪 你就和你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 真的吗 是的 我记得 那时候我也是她的老师 原来你也教过我爸爸 是的 我教过你们所有人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啊 是的 营养夫人 在你们爸爸妈妈很小的时候 他们也做过时间胶囊 没错 我们做过 我们把它埋在了一棵小树旁 我们能挖出来吗 可以啊 我记得我们把它埋在这里了 哦 我记得是一棵很小的树 哦 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大了 哦 所以乔治并不是真的生病了对不对 你这样实在是太恶心了 哦 可怜的乔治 快去床上休息吧 乔治 你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不要 乔治一点也不想躺在床上 乔治 你要待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 为什么 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们好 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 哦 张大嘴巴 然后说啊 乔治感到有点害怕 嗯 佩奇 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 你能演示给乔治看怎么说啊 当然可以 嗯 乔治他是感冒了 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 不用 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 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 谢谢你 棕熊医生 不用谢 再见 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 现在佩奇要睡觉了 乔治 你好一点了吗 乔治的感冒并没有好短 乔治 拜托你打喷嚏不要这么大声 哎呀 好吧 这也许不太可能 乔治 喝杯热牛奶吧 这样你就能好好睡了 喝了热牛奶 乔治感觉非常非常困 我安了 我的小家伙们 唉 这么安静真是太好了 我确定你的眼睛没有问题 不是的 妈妈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但是没有谁眼睛闭上了还能看到东西的 哦 为什么突然说起要戴眼睛 佩德罗对眼睛非常的了解 他的爸爸是一名眼光师 好的 佩奇 那就带你到真正的眼光师那儿去检查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吧 乔治 你也要去检查视力吗 不要 佩奇到了眼光师这里 马先生就是眼光师 你好啊 佩奇 请坐下吧 好了 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我想检查一下视力 谢谢 没问题 把这副特殊眼镜戴上 然后看看这个表 马先生要为佩奇检查视力 你能把这些字母都读出来吗 好的 嗯 A B C D E F 很好 现在来读一下这些数字 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非常好 现在请说出这些颜色 红色 绿色 橙色 蓝色 黄色 紫色 非常好 我确认结果的时候 你要去挑一副眼镜吗 是的 我要 这副眼镜怎么样 佩奇 看起来真好笑 对了 你觉得这副怎么样 这副太大了 那么这副呢 哇哦 我喜欢这副眼镜 妈妈 不错 佩奇 你看上去非常惹眼 我看上去非常惹眼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怎么样 好的 我们来唱乒乓歌吧 哦 这首歌我不太熟悉 拜托了 林杨夫人 唱一首乒乓歌吧 那好吧 好了 孩子们 现在该睡觉了 晚安啦 孩子们 晚安 林杨夫人 佩奇和松西睡在他们的睡袋里 我有一个手电筒 我也有一个 注意了 孩子们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睡觉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我不知道啊 这声音又出现了 福西 你要去哪里呀 林杨夫人 我有一点害怕 哦 那你想进来吗 我想进去 林杨夫人 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有一点害怕 那么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 我现在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我也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还有我 你们大家都进来吧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乒乓歌吗 没问题 我先来 天气太冷了 尼坑已经结了冰 表面非常滑 一点都不好笑 猪爸爸和猪妈妈来了 哦 太好了 有一个尼坑 猪爸爸喜欢在尼坑里跳来跳去 不要 爸爸 差点滑倒 幸好我的平衡力还算不错 爸爸 今天尼坑的表面滑滑的 我们不能在里面跳了 没关系的 我们去给鸭子喂面包吃 太好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喂鸭子 你们好 鸭子们 我们给你们带了面包 鸭子们喜欢面包 天气太冷了 池塘也已经结冰了 冰的表面非常滑 抱歉 我们不该笑你们的 但是你们看上去真的很好笑 开始下雪了 下雪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下雪 乔治 我们来玩接雪花好吗 佩奇和乔治喜欢玩接雪花 乔治接住了一片雪花 佩奇也接住了一片雪花 小羊苏西坐着她的雪橇来了 你好啊 佩奇 苏西 这好像很好玩 我们大家都在山顶上滑雪橇呢 那上面有好多雪 我们要不要也到山顶上去看看他们滑雪橇 佩奇 选我 选我 可是爸爸 你不擅长赛跑啊 我小的时候跑步很快呀 和你现在有个大肚子 但我还是能摸到脚趾头 差一点儿 好吧 爸爸 可是你一定要跑得非常非常快哦 爸爸妈妈们先跑 然后把接力棒传给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准备 预备 开始 加油 加油 快呀 妈妈 猪爸爸跑在最前面 爸爸妈妈 加油 爸爸 谢谢你 你跑得真快 现在轮到我跑了 黑奇 不用讲话了 快跑 喵 快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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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胜的是小巷艾米丽 好 爸爸 我一个奖都没拿到 别担心 佩奇 比赛还没结束呢 今天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是 拔河 男女大对抗 听到我说开始以后 你们就使劲拉绳子 女生会赢的 你们不会赢 我们男生会赢 准备 预备 开始 男生加油 男生加油 努力 辣 女生加油 辣 我再辣呀 所有人都努力在辣 结果 绳子断了 比赛结果两边平手 你们两队都赢了 好嘞 如果和别人分享会更有意思 乔治可真是一个好孩子 恐龙 乔治不喜欢分享 理查德现在该轮到乔治玩恐龙了 理查德也不喜欢分享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哭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只要在一起玩 他们就总是会哭 他们两个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你们两位姐姐可以教他们怎么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帮他们一起做个沙堡啊 是个好主意 我们去沙堆那儿吧 乔治和理查德都喜欢堆沙 乔治 理查德 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做个沙堡 首先要在水桶里装满沙子 然后我们把水桶倒过来 接着在上面轻轻拍一拍 现在我们把水桶拿起来 好 变出来了 理查德做了一个沙堡 理查德做了一个沙堡 变出来了 乔治也做了一个沙堡 看到吗 大家一起玩很有趣 哦 糟糟糕啊 这个游戏进行的不太顺利 这些全都是你弟弟的错 他把乔治做好的沙堡给弄坏了 是你弟弟 明明是他先弄坏了我弟弟的沙堡 不要这样 你们两个姐姐应该教理查德和乔治 怎么一起好好玩不是吗 说的没错 我们要做榜样 但是乔治和理查德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嗯 我有一个主意 我们真的好慢啊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爷爷奶奶家了 佩奇说得对 我们得换一条路 但地图上没有显示有别的路 我知道一条小路 大家再见咯 我们要去走小路了 再见了 佩奇 祝好运 猪妈妈开到了一条小路 躲开了交通堵塞 但是这条小路非常的不平 真有意思 你确定是这么走吗 相信我 你们好 鸭子们 我们在走洁净呢 瞧 又能上主路了 干得好 猪妈妈 可是我们还是落在丹尼的卡车后面 你好啊 欢迎回来 哦 糟糕 看来妈妈的小路也走不通了 好了 都准备好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的土豆做好了 午餐准备好了 但佩奇一家人还没有到 我是猪爷爷 请讲 我们离你们家不远了 但是交通实在太堵了 动起来就像蜗牛 而且是一只非常非常慢的蜗牛 它们就快要到了 但还是在交通堵塞中 可怜的孩子们 这样食物都要变凉了 我有一个主意 我去把小推车推出来 猪爷爷想做什么呢 猪奶奶 帮忙把午餐放到小推车里面来 好主意啊 猪爷爷 如果说他们不能过来吃午餐 我们就把午餐拿到他们那里去 瞧 爷爷和奶奶来了 爷爷的推车上是我们的午餐 你们好啊 我来给你们送 割草机又旧又秀 怎么会呢 我很快就会把草割完的 哦 看来是有点生锈了 或许我该打电话给猪爷爷 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割草 不需要打电话给猪爷爷啊 我只要再使劲一点就能割了 嗯 猪爸爸的割草机已经不太好用了 哦 我知道了 我们打电话给猪爷爷 你好 我是猪爷爷 请说吧 你好 猪爷爷 你可以帮我们割一些长长的草吗 哦 当然可以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再见 我的割草宝是时候出动了 猪爷爷开着自己的割草机 到佩琪的家去了 爷爷 你好 爷爷 你好 你们大家好啊 我听说这里有些草需要修剪了 我的割草机太久没用了 所以有点问题 别担心 割草宝马上就会帮你处理好 你的割草机叫做割草宝吗 没错 就叫这个 你好呀 割草宝 爷爷 我们可以开割草宝吗 当然可以 快点上来吧 遵命 长长爷爷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草都割完的 抓紧了 我们要开始了 割草宝真的很厉害 真有意思 好了 割完了 佩琪也想要来滑冰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佩琪 这是你第一次来滑冰吗 佩琪 是的 要我来给你演示怎么滑吗 不用了 谢谢苏西 我确定我可以滑 没问题的 好的 你快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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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滑冰实在是太难了 我以后都不想再滑冰了 再也不要了 别担心 佩琪 每个人在滑冰的时候都会滑倒 就连我也会滑倒的 你看我 哦 天呐 好滑 好气的爸爸 乔治 你想不想滑冰啊 嗯 不想 乔治从来没有滑过冰 所以他有一点害怕 我来看着乔治 你去教佩琪怎么滑冰吧 滑冰其实很简单 佩琪 就是用脚往前推 然后滑 推 推 滑 明白了 推 推 滑 推 推 滑 嘿嘿嘿嘿 真的非常简单 我现在自己就可以做了 妈妈 嘿嘿 推 推 滑 嘿 推 滑 干得好 佩琪 嘿嘿嘿 快看我 我在滑冰 佩琪滑的真的很好啊 没错,我是很好的老师 滑慢一点,佩奇 你这样会撞到别人的 别担心,妈妈 我现在很擅长滑冰了 哦,怎么停不下来 哦,天哪 我忘了叫佩奇怎么停下来了 哦 哦,我停不下来了 小心 哇 她说什么了 Bonjour,Pepper Comment ça va 妈妈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奇怪的话呀 这是法语,佩奇 她是说你好,佩奇,你好吗 她还说了什么 我来帮你 James Les Princesses Et Jouer avec Mise Amise 聪明的爸爸 我也算是法语专家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误 猪爸爸擦了擦她的眼睛 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不太好翻 写得乱七八糟 她的意思是 我喜欢仙女公主 还喜欢和我的朋友一起玩 我就准备这么说的 我想学习说法语 那你就和小毛驴带分聊天吧 怎么聊 她的电话在这封信上面 太好了 Bonjour,est-il possible que Peppa parle à Delphine? 猪妈妈问的是 可以让佩奇和带分通话吗 你好 Bonjour Bonjour 那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como,sava como,sava 再见 au revoir au revoir 她说什么了 她说了法语 Bonjour,George como,sava 佩奇在用法语说 你好吗 恐龙 不对 乔治 法语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 现在是清晨 游地员斑马先生来为佩奇加送信 来信了 太好了 我能看看带分寄给我的信吗 拜托 对不起 佩奇 今天没有寄给你的信 哦 哦 哦